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环节 身边的嘉宾都是Anno和我们聊天 早晨Anno 早晨 对啊 早晨你好 张小姐是不是在电话旁边 是的 早晨你好 张小姐 早晨问2318 我本身有45元在上面有 是 如果这些位置再入 好不好呢 还是有机会再低些 好啊 OK 平保方面 2318 暂时股价向下跌4% 势头都不是太漂亮 因为就在这么多移动平衡天线之下走着 去到37.5毫半的位置 之前不是太高位持住 不过都有货 会不会短期内都要捱一捱价呢 始终见到A股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 好似A股为例 都跌3%去到$30.07的人民币 看下去股价好像香港这边还要贵一点 看回到平保 有没有机会再低一点给你去购货 我觉得都有机会的 暂时说都会建议大家等一等 但其实一中的中资金融股 近期表现相对地靠稳 平保由高位才是$1这些位置 才调整下来 练交段的调整幅度 都只是接近一成 相对其他的券商股 或者内义银股 比较上来 表现不算太差 始终市场的标点 集中在基本因素上 平保的基本因素 其实真的不是太差 但从技术走势上看 看到今天的股价进一步跌穿 还有20天线 $38这些支持位 后市来说 我觉得调整幅度 真的有机会深一点 所以我会建议 如果要去购货 是可以 我会建议落回$36这些位置 才去加注 在$36这些位置买入 我会建议把止蚀位置 设置回到$34 不穿$34 暂时来说 内义股都有条件中资持有 至于后市的目标 我自己暂时来说 都是先看$42这些位置 嗯 还有没有其他补充 张小姐 如果$200呢 又会不会再深一点 $200凌富基金 嗯 有没有货 没有 好 看看 股价来说跌3.4% 报$21.25 大市方面 今天的势头真的很差 跌超过$700多 到$2450的位置 而大市成交金额$318亿 似乎在内地放长假之前 可能股闻气氛比较浓厚 港股也是受累外围 比较差一点 你见到美股都跌成$23.5% 再加上就是江藤河的事件 看到就是环球商品市场 因为大家说的需求不足 所以全部的资源股也都跌下来 拖下整个大市的气氛和表现 似乎势头都好像转差 如果买一些ETF的话 是不是都等等 你说应付基金 其实见到今天恒指都再进一步 创了越来的新低 势头的确是弱的 正如之前所说 现阶段市场的焦点 都落在第一方面 内地的经济表现相对比较弱 刚刚在这个假期当中 公布完一些数据 见到内地的企业的盈利能力 做得真的非常之差 如果内地的经济进一步下行 始终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会有很大的冲击 甚至有机会拖累到全球经济那方面的表现 对港股来说 当然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这些位置其实都存在一定的直播率 因为经济表现上是差 但是始终都是在充敬 未来来说 会有更加多的救市措施出来 一旦的救市措施出来 我觉得恒指也好 凝负基金也好 都有条件做明显一点的反弹 如果你看图表表现上面 之前股价徘徊在23至22元区间 跌穿了之后 现在现阶段落到接近21元这些位置之后 量度跌幅计都调整到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是凝负基金 如果你要买去到21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可以去买 在21元这些位置买入 就将止施位置设置为20元 不穿20元 继续中线持有 反弹目标暂时来说 我才会先看条50天 23.5元这些设计 嗯 好啊 那就OK了吧 最小姐好 多谢你你的电话先 好有其他你再打给我们 下一位朋友 我听听了 是不是谢小姐 是啊 早晨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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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想问一下 汇空5号 嗯 我就59元又有买过 79 73元又有货的 今天跌到57元呢 那我需不需要止蚀 找薄饭 还是怎样呢 我怕它再跌了 冷死不停跌 还有700呢 我134有货的 那现在这个位置 又可不可以再买呢 在什么位置要再止蚀呢 好啊 我们先解答汇空方面的情况 今天看到它穿了新低 57元 暂时来说 现在跌2.6% 去到57.25元 势头很差 看到一些大型的金融股 汇空等等 或者渣戴 其实都非常之差 汇空今天有些消息 它就说再捲入国际的调查 他说可能会涉及这个 操控贵金属的价格 而这个调查可能会去到2017年才完成 初步还未知道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发生的话 那个赔偿金额 我想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最主要问题所在 汇空方面的利淡因素 都一直困扰着 而且都牵涉到这些问题 初步来说 细头是怎样分析呢 其实这几年 国际监管机构的 监管力度 其实是越来越严厌 都见到很多这些国际金融股 面对罚款等等的问题 就的确大比较困扰在 但是汇空这些位置 我听到你讲 之前的高位很多时候都沟了几注 这些位置 如果手上货比较多的话 其实我觉得 都未至于急于需要止蝕住 我觉得问题没有想像中那么大 第二方面 如果未来来说 美国开始加息的话 其实汇空 某程度上 都是有个利好因素在 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阶段跌到57元 这些位置 论估值息率上 我觉得都是吸引的 最重要就是汇空的派息能力 我觉得我自己的信心 会相对比较强些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部署策略上面 的确如果从图表走势上面 穿58元这些位置 调整幅度可能会有机会深些些 但是我觉得未来来说 都跌到这些水平 调整幅度未必会太大 所以我会建议 部署策略上面 不妨将止蝕位 设置在大约55元这些位置 不穿55元 我建议继续中线持有 后市来说 如果你真的想去做减持的话 我觉得可以等股价 升到大约接近61元 这些位置 才开始做减持 OK 好 另外就问一下腾讯 700 126.6元暂时跌4.4 跌幅有3.4%左右 谢小姐说$134 就入了腾讯 暂时势头都比较弱 之前会不会说 都担心前景呢 看到主席大手去减持 如果看好公司前景或后市表现 他不需要在这个位置减持 会不会说其实都比较偏淡性如何呢 这个因素就不会有太大影响 因为主席减持很多次 其实都说到是牵涉着 一些个人理财的相关因素 其实始终科网股 这个因素未必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始终科网股很多时候 主席控股的比例 其实是相对比较少 始终市场都是充劲 他们未来的增长前景 或者增长动力在微信 仍然有很大的商机在 其实你看回今天来说 腾讯的股价 虽然跟随着大市下跌 但是都见到仍然有一定的抗跌力在 如果从图表走势上面看回 的确一条中短期的下降轨 大约现阶段去到$133 $132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在 要回家乡$134 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 但是暂时来说 在情况下 我觉得一日未跌穿$124 这些位置之前 暂时来说不需要太担心 但是交货暂时来说 真的不太建议 始终市况还是比较弱 所以暂时来说 我会建议 把止蚀位置放到$124 不穿$124 可以继续持住 后市来说 如果有机会反弹到$132 这些位置 去到这些水平才去减持 都未迟 嗯 好了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那$124 这个水平 我不建议交货 我不建议交货 始终现阶段市况是比较差 我觉得暂时来说 看$124这些止蚀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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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他东西你再打给我们 好吗 谢谢 谢谢你支持我们 谢谢 那谢谢安奴 都回答了几位朋友的电话 现在市况都比较波动 大家都记住留意那个风险 都从安奴做个新报 你提的股份 有没有哪些持住 有没有持有 好啊 谢谢安奴 我们转一下话题 看看内地股市方面的走势 暂时三大指数全线下跌 跌幅方面介乎在1.31%至1.67%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跌50点 跌幅由1.64% 暂时做3,049点 还在3,000点流上走 低位见过3,048点 另外深圳城指跌127点 跌跌9,987点 护心300指数下跌53点 跌3,189点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和大家跟进一下 就是资源股方面的情况 想和大家看一下 煤炭股先 好事就是1088 以及1898 两者来说都破底 我们看看 一会和大家分析后市的情况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 1.2.3.6 5.3.1 5.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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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